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是时候为2019做一个年终总结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非常讨厌做这种年终总结 或者什么做工作啊 阅读工作啊 因为我觉得未来是有无限的可能 走了太多的弯路 现在需要精打细算的去过例子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是一个需要设定计划 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的人 2019年我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健身了 在这里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千万别来问我受了几斤 减体重那都不是事 循环增肌才是最难的 自己学着去做饭 这个也是为了让自己吃得更健康 也有利于健身 1月份的时候 对面的商场开了一家新的海底捞 在这一整年当中 我们去的烫数也不少 2月底我们去了七间 这还是我第一次走七间 第一次就看到如此美丽的雪景 一路都是雾松 甚至我们到了山顶看到了雪山日出 作为南方人还是无比激动的 所以这段依然让我记忆犹新 今年我们也在等雪 也会去爬一个附近的山 3月我们的水箱办房 也就是迎新春的第一次活动 我在迪卡农买的新的冲气亭 第一次尝试下水 大神陈文君也来教我的小伙伴来划船 我们又发现了附近的一片粉红色的花海 我相信明年它还在那里 4月看了一场没什么人气的上海车展 如果没有什么好吃的 或者去见什么好玩的人 这种展会就不要叫我去了 我对汽车资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 5月份去了陈文君的在富阳的首上基地 在这一次我学会了在奖板上战力滑行 专艺的教练就是不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们还登上了附近的安顶山 看了老摩的自行车训练 这是他的第二趟登顶了 6月受邀去了嘉兴看了踏白船的比赛 让我对这个地方越来越喜欢了 每年都要去很多次定期的去看看当地的一些老朋友 在7月我们品尝了凤桥水蜜桃一年一度的 今年虽然是小年 但是品质依然很稳定 在这个月小鱼儿手术康复回家 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治病历程 8月上海刮台风了 这次很不幸 公司的机房遭受了这次的台风灾害 水从二楼沿着楼梯倒灌进了一楼的机房 导致一台核心的服务器进水了 那几天我非常的忙碌 心理压力非常大 因为全公司都指望你才能重新开始运作 包括重新开始生产 9月终于去了一次临安 亲自体验了一下打香核桃 这个真的是等了很多很多年 这次下定决心自己去一次 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不是作秀 是完完全全的去亲身去体验了大半天 累病快乐者也非常感谢方杰他们一家让我们能热他们大的家庭里面 晚饭的时候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这种感觉真好 你看我从来平时是不喝酒的 然后唯独那天晚上这一杯前期药酒我都喝了两三杯 11月的事情就比较多了 在十一长假的时候我们去了圣州 发现了圣州这个宝藏秘境 在东西村吃了冰珊瑚清水大闸蟹和梁老师学插花 还去了富阳的1794学乡俱乐部 亲自体验了富阳国际翻船比赛 那天玩得非常开心 又认识了不少大神 11月我所在的优家健身在新庄纵盛世纪商城又开了新的店 请别再问我怎么办卡了 健身工作室是指导你健身的技术中心 双世纪买了一堆东西2020年不再这么扎堆网购了 当月还被女司机给追尾了 让我的车自从买来以后遭受了最严重的事故 12月我追了白中元老师的一些美食节目 觉得对自己有所启发 因为我也是对吃有一些要求的人 头天晚上必须规划好第二天三餐吃什么才能睡得着 当月我喜欢的歌手李夏演出了新的单曲 我们又去金泽古镇上去看望了那棵700年的古银杏树 武士又回到了3000点 优家第三届体能大赛 本身第一次被莱卡相机拍 给小鱼儿过生日 我所在的威尔士健身会所要关店了 录完2019年最后的这期视频 对2020年的展望会更加努力认真的去生活 简单化 英质化 会继续雕塑我的身材 并且深度的学习一些知识 挖掘更多的健康美食 那种接地气的 有烟火气的民间美食和宝藏小店 以美食为名义的旅行 以上就是我一整年的心愿 同时也祝你新年快乐 给您拜个早年 恭喜鼠年发大财 顺利平安一整年